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是有朋友们来信给我说老猪说故事每周只有两期太少了 所以老猪决定以后每周多增加这么一两期 多和朋友们聊一聊天下事身边事 习近平前几天非常低调的到了四川 他在5月30号接见了香港特首以后就一直没有露面 那么前两天呢又出来了到了四川 党媒的报道呢没有报道谁去陪同他 也没有说此行的目的是到什么 他到了梅山以后除了参观了农田以外 也没有发表什么重要的讲话 而且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习近平在死内死外他都没有戴口罩 最近啊习下礼上的风声很紧 继李克强召开十万人大会以后 又接连出了重拳 你看国务院的复工复产的督导组 倒查社保基金用于核酸检测育苗 关于防御工作的九哥不准等等等等 特别是中纪委抓了深圳市的市长 陈如贵原市长 剑指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 那么这个情况呢 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和朋友们聊过 我们可以看到反习势力接连出招 而且招招都是直指习近平的命能 有人说终于习近平他不甘心失败了 开始组织反击了 除了在党媒上加大宣传习近平的力度以外呢 鼓吹个人崇拜也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高度 此外这一次习近平绕开了中央军委办公厅 坐动车 直接去了西部战区所在地成都 到了西部战区的深部 驱征来建西部战区的司令 汪海江上将 对外说是到成都的华西医院做血管流的手术 他不在北京做手术 要跑到成都的华西医院做手术 你们信吗 反正我是不信 习近平住在西部战区的新华兵馆 周边是戒备伸言 从军区到江汉路临下街金仙桥等等原县都是全部的戒严 而且每个路口都有持枪的特警把手 这个时候到西部战区他就有点意思了 这让我想起了薄熙来在快要垮台之前 连夜跑到昆明军区去寻求帮助 习包子是想企图拉拢西部战区支持他二十大连任吗 有人分析这种可能性有 但不是主要的 另外有消息说 他是在准备动用西部战区在二十大前 利用换防之计清军策 去秦王 用武力控制住江曾李 等一系列的反对他连任的高级干部 这个才是他到西部战区的主要目的 当然这些都是听来的小道消息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各大战区 或者说军队会帮助习近平清军策 将所有的反习势力都抓起来吗 欢迎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朋友们点赞转发我的节目 想当年毛泽东离心生暗鬼 认为他亲自培养的 写进了宪法的接班人林彪同志 要找他的反了 于是他坐着火车一路南向 分别以各大军区的司令官 开碰头会打招呼 在他认为各大军区 在他与林彪之间会选择跟随他的时候 这毛泽东放心了 于是他一路北上归京 准备将昔日的战友林彪打倒 后来林彪跑了 摔死在温多尔汉 这是后话 今天咱们就不了这个话题 咱们单单聊一下习近平到西部战区的真实的目的 今天习近平学习毛泽东也是坐火车南下 要去西部战区甚至到集团军一级 他能够达到目的吗 也就是说 今天的各战区的主将 会在他与李克强之间选择支持他吗 我们先来看一看 他自认为是最亲信的西部战区的司令 汪海江 这个汪海江出生于1963年的10月 今年58岁 四川安岳人 曾经任检放军第61市的司长 南疆军区副司令 西藏军区的副司令 司令员 新疆军区司令等职 2021年的9月 汪海江晋升为上将 在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以后 第一批从地方参加高考 考入军校的学员之一 就有这个汪海江 毕业以后不久 就参加了中越战争 担任了主公联的联长 荣立过一等功 后来任南州军区司令员 李全元的秘书 长期在南州军区和成都军区工作 可以说 以习近平在之前是没有什么交集的 西部战区下设领导和指挥 四川 甘肃 青海 临夏 新疆 西藏 重庆等 七个省市的所属的武装力量 习近平在2021年两度任命上将 汪海江是最后的一次 去年9月才任命的 按照封部军方的规定 担任战区司令要满两年 才能晋升上将 而且每个战区要五年更换一次组算 但是西部战区司令却频繁地更换 这就证明了习近平对西部战区缺乏控制 军队在战朝平以后一直是江泽民控制的 习近平上台以后虽然整掉了郭伯雄 徐才厚之流 但是江泽民的根基仍然很深 尤其是海军 这也是习近平很少到海军视察的原因之一 我们都知道中共的军队讲究帮派体系 虽然习近平一路排除异己 又大肆的封关许愿 但他心中明白自己在军中的威信 不可能以毛泽东相提并论 尽管他也学毛泽东来个南下和各个军区的司令官见面 同时让新华社大批李克强 企图制造出党内马上就要出现两条路线的斗争 由于当年的党内出现了两个司令部一样 但是习近平忘了一个根本的问题是 毛泽东他从延安开始就树立了在中共的领导地位 通过几十年的大搞个人崇拜和公平权斗 在党内军内不服他的人还真还不多 就连那些许多留过洋的回国以后建设祖国 后来被打成了右派 或者是文革被批斗的那些大知识分子 也没有几个是真正从内心恨他的 但是习近平不同 当西部战区司令 汪海江在中越战场上当主公联连长玩命的时候 习近平才刚刚通过他父亲的关系 调到了耿彪的手下当秘书 还是耿彪三个秘书中地位最低的一个 汪海江是平常家庭出身的 一路试图都是靠自己拼出来的 他会更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 更懂得审时度势 今天李习近平趋增到成都来看他 你就是许他一个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 估计他也很难在这个时候给你去卖命 这些部队的高层对国际形势 比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要看得更清楚 获得的资讯也比我们多得多 我们都知道欧美收拾完俄罗斯 下一个就是中共了 在这个时候谁还跟你一起赔仗呢 他们更明白 不是中国人民不让习近平当老大 那些被习近平要求闭嘴的老家伙们 也是没有能力能够把他搬下来的 他是以美国为首的先进民主国家 要让他下台 是那些控制了世界经济的资本大恶门 要让他下台 江泽民之所以得到军队高层的勇赋 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闷声发大财 国际关系也不紧张 没有爆发战争的风险 所以才有南斯拉夫使馆被炸 南海撞击 中共也只是打打嘴炮而已 就连射向台湾的导弹 他都会让台湾知道那只是空爆弹 总之 当官的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人民币服务吗 谁会傻到为你什么红色家族去玩命呢 而且中共的军队是党卫军 只忠实于党 谁当党的老大他就会听谁的 正如那些朋友们分析的那样 习近平的下一站是福建的集团军 是住在崇州七十七集团军的司令部 其实老朱也真替习包子着急 战区不行就到集团军 如果集团军不行 是不是要下到旅团 下到连队 既然这样 何不干脆就请普京来勤王 来清军策 反正趁着俄罗斯在乌克兰还没有完全的失败 中国人中还有不少的铁额铁的粉红们 这不正好吗 还有短短的几个月 决定中国人命运的二十大就要召开了 到那个时候 水干鱼蹦跳都会见底了 好朋友们 老猪说故事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